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次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浩鳴 受著冬季季後風影響 今天由維港望出去的天色 都是陰暗為主 不是太見到陽光 所以今天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 都是介乎在13度至15度之間 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運動 都可以見到一道雲大 今天覆蓋著南海北部和廣東 不過我們預料這裡 雲大會逐漸轉播 所以明天都會見到多些陽光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云 明天是漸轉天晴乾燥 早上的天氣是寒冷 市區的最低氣溫是大約12度 新界會再低2、3度 日間的最高氣溫是大約18度 而風方面是會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是間中清靜的 我們看長遠一點 我們預料乾燥的冬季季風 在未來的2、3天仍然會影響著廣東 為我們帶來大致晨涼的天氣 但留意日夜溫差都會較大 去到星期六即是隨直至大年初一 我們預料受一股偏東氣流影響 廣東元浪的雲量就會多一些 而且氣溫都會稍為回升 但是去到年初二 我們預料受另一股東北季後風影響 華南地區的氣溫又會再度下降 所以展望方面 隨後的一、兩天是大致天晴 而隨直及大年初一的雲量會增多 氣溫會稍為回升 而年初二稍後至年初三的氣溫會再度下降 今次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裏了 下次見